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跨山论剑全国海选健保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 点击线上健保就可以请专家在线为您鉴定了 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线下的海选和专家面对面的进行交流 本场的所有藏品都来自我们线上健保的品真云建平台 掌声有请第一位藏友登场 您好 是怎么得到他的呢 这是在一个收藏圈的主播那买的 粉丝也特别多 就说他也比较急缺用钱嘛 说要卖我就给买了 从网上的这个主播那买的 花了多少钱呢 两万块钱 两万 两万 那为什么还要鉴定呢 既然你觉得他粉丝挺多的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简陋了啊 就是买完之后 好多那个拍卖公司的人电话都打爆了 一直给我打电话 说我这个好像是什么雕母 说这要是拿到国外去卖 说能卖好几百万呢 所以说我今天过来 请各位专家老师给看看 那那些拍卖公司的人 是怎么知道你有这个藏品的呢 我当时就是买完之后 必定是两万块钱嘛 所以说我从网上就问了一下别人 可能是这个 这信息可能泄露出去了吧 我打电话了就 通过各方消息都得知你有一个宝贝 对 那这一件藏品 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来 藏有输入的是 两百万 对 为什么估两百万呢 因为当时有一个拍卖公司 跟我承诺过 说至少能拍两百万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 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 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 长河携针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船 这位藏友 从你这枚钱币来看呢 它从太平天国四个字 它应该是太平天国时期的发行的一枚钱币 大家知道 1851年到1864年 我们清朝的中后期 在我们中华大地的南疆 发生了一件巨大的农民运动 这就是1851年1月11号 广西贵平县的这个太平天国起义 它以这个拜上帝会的名义 实际上是反对清朝政府复修统治的 这么一场农民运动 三年时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 在1853年 终于在天津 就今天的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 到了南京不久 就开始铸造钱币了 当时除了班布利西的政治制度之外 铸造钱币 主要就是昭示它这个王朝的存在 这个新朝代的存在 革命的存在 但是第一次铸造钱币 铸造的是天国圣宝 它有仿送体的 这一批钱应该是1853年后半年 铸造的另外一个仿送体 就是如果它是对的话 就是应该这个时期的钱 随后呢 它进行的改版 就用这个楷书体 细字 细一点的字体 又发行了太平天国的小铸钱 而且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 逐渐的扩散呢 它不但在南京 镇江 苏州 杭州 等等江南富庶的地方 都铸造过太平天国钱币 一直到1864年 太平天国结束 这个钱币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的 在清末的很多教堂里边 都发现了太平天国钱币的痕迹 但是这种大钱发现得极少 这一盒 有一段时间大钱不出京师 不出京城 因为它虚值的货币 流到城外是很难买到东西的 所以小钱广博天下 比如说在我们陕西的一些 清朝末年的教堂里边 就发现过这种小钱 最小的太平天国圣报 小平钱 在1856年发生了东王之乱 最后韦常辉借天王的命令 最后斩杀了东王 造成了内乱 所以太平天国革命呢 一蹶不振 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 包括中国的农民运动史上 也写下了辉煌和悲惨的一页 建议你这一枚钱币的属性 和他的文化 我给你一个文化复制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 请鉴定其来变价时针 请您踏浪而行 有请 这位藏友 你带来的这个钱币 确实是够厚 够重 拿在手上 非常的有分量 这个钱币的文字状态 它的确是非常的犀利 您刚才呢 谈到了这个刁母前 这个在咱们这个钱币收藏里头 尤其是近几年 这个清代的刁母呢 是火爆异常 咱就说小的啊 都非常的火爆 更不要说这种 太平天国运动的刁母了 您这一枚呢 就是从整体的文字风格来看啊 的确是有这个刀切俯瞰的这个状态 以及它的这个铜纸呢 非常的这个精良 是这种 类似于这种金光闪闪的这种金黄铜的感觉 就是清代的这个母钱 刁母呢 它也是会使用这种金黄铜的这种状态 咱们再看它这个文字啊 它这个文字和它这个尺寸呢 就是属于这个太平天国的这个 圣宝的 我们说档五十这个钱的这个尺寸 那么它到底是真是假呢 经我鉴定 房品 我的个人鉴定一件事 这是一枚 钱币呢 是房品 感谢专家的解读 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这个太平天国圣宝的钱币呢 其实它的这个价格区间比较大 一般的钱币呢 有几千块钱的 像这个档五十这种版别的话 正常的价格应该在五到八万 然后具体呢 还要看它的这个品项啊 所以就这个钱币 我先给您输个市场报价吧 它的报价是 也认为是房品没有给出报价 再来揭晓文化负值 也认为是房品没有给出报价 也只能是这样了 对 感谢您的参与 有请 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放在这吧 好 老师好 老师好 抓紧好 你怎么称呼呢 我叫李红 李女士您好 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 死眼是众生 落款是赵普初 92年赵普初 这是著名的书法家 学者社会活动家 很有名 我们海选的时候 我们海选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它的书法作品 那您的这一幅作品是怎么得到的呢 这呢是我多年前的一幅藏品 就我两个月前呢 我转手卖了 没想到被买家退回来了 他说我这是赝品 他有什么证据呢 就是买家说呀 他查到一个拍卖记录 说那个记录呢 2016年拍卖的一幅作品呢 跟我这一幅一模一样 就是那个尺幅比我这小一些 然后呢 那个少了一篇印章 但也是赵普初先生在1992年3月写的 连月份时间都一样 是的 所以这个买家说 就是同一个作者 就是不能在同一个时间里 写出两幅一模一样的作品 就是那既然这个两幅就是出现了 那肯定有一真一假 他就说呢 那边已经有一个拍卖记录了 然后就说我这个 那肯定是假的了 所以我就想请专家来鉴定一下 我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来 藏有输入的是 20万 为什么雇20万呢 因为我是花20万买的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 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 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 长河携针 长河五千年 文明一脉船 是吧 哪来的作品啊 您现在也不用担心 我们在创作时 尤其在同一时期啊 可能对一个诗句 或者一句词特别喜欢 重复创作这种情况呢 比较多见 您这个呢 没有上款 所以说呢 这个作品的 书写的重复程度呢 可能会比较高一些 但是同样上款 送给一个人 这个更要注意了 但是我也见过特例 就是给人写了一个堂号 有这个人的上款 哎 三个都对 为什么 他可能跟这个人的关系特别好 他就写了三个 两个差一点了 他也没有撕掉 实际上呢 就叫这个主人自己去选择 这三件哪个写的更好 所以说呢 同类型的作品 咱们还要详细的去分析 它的写法 主要依据 辅助计 对不对 这是最关键的 赵普初先生啊 这个光帆非常多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七领印社社长 中国书法家协会创始人之一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等等等等 他的书法呢 各方面 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他呢 祖上是什么 出过前卿的状元赵文凯 之后四代都有进士基地 所以他的祖宅又称为什么呢 四代汉林状元府 所以他从小受到了极好的教育 而且非常的用功 他的书法呢 上罪尽唐 又加入苏东坡 李维海 包括董奇昌的阶体 字体呢略望上倾斜 以造势 所以说呢 作品呢 非常受大众的欢迎 二一和他的书法呢 多弘扬佛法 那么根据这个情况 我给你一个文化复制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 请鉴定席来 变价时针 请您踏浪而行 有请 常也好啊 就是您开来发生的事情呢 实际呢 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呢 也经常见到 赵武初这种佛缘题材的 同样字体的 同样时间的 最多有三十多幅 但是呢 实际您看这一个 同样一时间写的 他的点画 他的笔画还是有区别的 肯定是不能一门一样的 这点您一定要记心 赵武初先生是一个 跨界的一个书架 但是他的基本功力非常深厚 从小呢就练北碑 后来呢要学这个 苏黄米菜的这个苏根米 他的字体呢 刚才何老师一说了 有点伤 又稍微倾斜的 跟大千先生那字是一样的 都有点倾斜 有一种什么呢 润耳不肥 门耳不俗的一个特点 他是用 凯里有行书 行里有凯 这个凯行互用 这个特点是比较分明的 这是一个佛教的一个题材 这样的作品呢 在赵武初的作品里面 是非常多的 也是他常爱写的 一个是他的 这个自我的感悟的 这个词语 还有一个就是 佛学方面的一种语言 这是一个叫做 观世音菩萨 普门明的一个贴 意思就是什么呀 佛教徒呢 要以观世音菩萨的 慈悲的 谦和的眼神 来看待 这个广大的 这个众生 所以呢 这样的题材呢 是非常非常多的 有两方章 一个是 无敬意 一个是赵武初印 1992年3月 具体 这副是不是赵武初 先生的真迹呢 经我坚定 真迹 我的个人的见证结论是 主乎赵武初行书 此眼视众生 为赵武初先生原作 因为赵武初先生啊 他在这个同一个时间 在不同的场合 这个受这个情绪 环境 至于所用比的 这个不同的影响 所以呢 他的字体呢 有稍有变化 他的作品呢 有这种 长篇小字 还有这种 大字 这个短句 是吧 所以呢 大字跟小字呢 它是看起来呢 字接上还是有区别的 是吧 呃 因为小字的这个 变化 跟大字的构成呢 他的解体呢 变化还是很大的 这幅作品呢 应该是 赵武初先生八十六岁时期的一个作品 出风 藏风都不明显 啊 应该是他晚年常用的一种笔 叫做影笔啊 呃 影笔呢 说粗粗一点 就叫做突笔 这个影笔呢 就是现在斗区区呢 全息全影 说那个不缺影 叫影笔啊 所以这个笔法 是一个 这个粗笔啊 用粗笔来写成的 呃 从这个字面来看呢 他的这个 上下之间的这个 这个固盼啊 相连啊 非常惯气 具有佛家的这种禅意啊 又有咱们传统书法的 这种 力道啊 其次呢 包括他的这个 字接的 启程掌合非常自然 包括他整体的这个 行笔的连贯 这个墨色的那种厚重感 甚至于这个 牵丝的这种 连带的关系啊 呃 都能证明啊 这幅作品是 赵普初先生的一个原作 呃 根据这幅作品的 书写的水平啊 我给你一个鉴定估值 鉴定估值已经输入系统了 再来听听市场团的分析 赵普初先生是 20世纪 中国书法史上的 重要书家 在这个20世纪的苏法史上 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呃 赵普初先生 他最擅长的 就是这种小字 呃 因为他的字很文气 基本上就是像 核桃那么大 鸡蛋那么大的字 这是赵普初先生 最擅长的 所以说他这个小字 它的价格特别高 在中国加德和中国保利 这种大的拍卖公司上啊 每一届都会有 他的拍卖的成交记录 也就是 基本上小字 没有低于 十万一平方尺的 这种大字呢 又是晚年的 有的时候可能表现的 不够充分 根据对于这件作品的理解 我给他一个市场报价 他的报价是 15万 揭晓鉴定估值 来 18万 揭晓文化负值 19万 所以他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 是15到19万之间 有点差距 差距不大 还可以获得 《华山论建卫藏品》 颁发的真品证书 也恭喜您 有请 谢谢 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你好 你好 放这儿吧 您怎么称呼呢 我叫陈梦宇 梦宇你好 这个箱子真的挺沉的 这得有多少斤呢 这个具体没撑过 我觉得大概得有十来斤 也是挺沉的 它是什么材质的呢 这个是黄花梨的 我们知道黄花梨 现在都按客卖了 您觉得它是什么年代的呢 我觉得应该是明代的吧 知道了她的年代 为什么还要来鉴定呢 对她有什么疑问吗 这个箱子 家里原本有一对 我奶奶一个 我姨奶奶一个 今天拿的这个 是我奶奶的那个 就是我最近看到了一个 十年前的拍卖记录 然后那个 从外观上看 跟我们家这个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就想来这边 鉴定一下 看看是不是跟拍卖的那个 它的材质啊 年代啊 是不是都一样的 我姨奶奶当年 跟一个人去了香港 后来就跟家里人 断了联系 那个拍卖记录 它卖了多少钱呢 那个大概是五十多万 嗯 那是十年前了 对对 这些年黄花梨的价格 是一路飞涨 也是因为它资源的 一个稀缺性 然后正好我们关注的 那场拍卖会 也是在香港那边拍卖的 所以我们家里人就分析 如果这两个箱子 是一样的话 那应该是我失联多年 在姨奶奶的那个箱子 正好也想通过这个节目 让我姨奶奶家的人看见 然后跟我们联系 由于历史的原因 啊 有一些我们的亲人 跟我们两地分割 如果他能够帮你找回 这么多年失散的亲人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 我奶奶也是一直 惦记着这个事情 那请你输入一个 心理预期的价格 来 相信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 还拥有另一只 类似箱子的藏友 一定会关注到 藏友输入的是 60万 为什么估60万呢 我觉得之前十年前的记录 是50多万嘛 然后这么多年了 肯定也会涨价 对吧 估的还是比较保守的啊 决定藏品价值的 是他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 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 《长河携针》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川》 拿来上来了这么小 而且里边还带抽屉的 像一个古代贵族高级的化妆盒 也可以叫莲 这种制式呢 是参考了官僻箱的制式 不过太紧了 这么小的东西 然后呢面板上 应该是毒板雕的花 而且这铜盒配的 也是非常恰到好处 两边还有一个提的拉手 这种呢 把它上升为化妆盒 这一定是大贵族 普通的小地主家 都不会有这个东西 所以呢 从工艺看 这个物品呢 就是非常讲究的 里边的功能也比较多 就类似你们 现在买那个小化妆盒 虽然小化妆盒不大 功能挺多 这过去是大的 它要装铜镜什么的 还有一些工具书的什么的 所以这个制作 也是非常考究的 里边那些小抽屉 做得也非常好 所以这个呢 成本也会很高 花梨家具啊 在中国呢 这实际历史很悠久 但是呢 比较早地记载的 就是明代的文献 《格国要论》有记载 比较系统的 就是明世家具 后来王世香呢 这本书里呢 做了一个详细的 一个说明 所以这个家具 在中国呢 就是论述里 起源比较晚 但历史是比较久的 这个黄花梨呢 属于海南的最贵 另外它能散发 成一种淡淡的香味 这都是为海黄这个增色 好吧 我给你个文化复制吧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 请见面袭来 变甲时针 请您踏浪而行 有请 你说在拍摄上 见了过一件 类似的香体 它的名字 肯定不是写的是装联 也不叫联合 它叫什么 叫官皮香 对不对 实际这个官皮香 不是它正式的名字 为什么不是它正式的名字呢 这我要补充一下 这个 跟那个官皮香 有很大的区别 这个 我记得在那个 1986年 福建 泉州 出水一件 那个 莲盒 这个莲盒呢 它是用漆皮做的 也是这种形状 方体的 有扇盖 拿下来 里头是放铜镜的 下面有三个抽屉 这个呢 比它 多了 一个外边的一个 双门 还有在咱们国家 那个天水冰山路 还有那个清代 也大量的记载 它叫光联 不叫官皮香 还有 什么叫官皮香呢 真正的官皮香 在元代 在明代 非常盛行 它是用来运送文件的 它是长方形的 便于装一些 早期 没有纸张 是用竹简上的 它唯一装这些方便 它气形比较大 比较长 上边 它这盖儿 是谷形的 形色光管的形状 所以按照名称 用的叫官皮香 它叫庄莲 那个我记得 双闻解字上 有明确的记载 这个莲字 繁体字是大字 底下跟一个区 那个繁体的区 是写了三个口 也是品的 所以说 它这个香体 和这个字 也是非常符合的 这也是古人的智慧 这是七一 七二 刚才那个 李老师说到这 黄花梨了 黄花梨 在咱们历史上 比较悠久 最早出现的 并不是用在 坐在家具 而用在医药上 我记得是 唐纳本土诗义上解释说 吕木出安南 以南海 这个就说明了 在当时的时候 咱们社会普遍现象 一个误区 海南皇后离 黑南皇后离 在那个时候是不分的 而且在明代 有个超公路 写着 那个 广东不正司 每年迎接 花梨木时段 紫园时段 焦玉永娟 这也说明 在当时广东 进过这些木材 海黄和月黄 是不分的 所以说在老家具里 这也是个物区 海南皇后离 和月黄皇后离 是没有区分的 只有在什么区分的呢 在2000年的时候 咱们国家制定了 欧数巴黎 33种礼 它定为香之木 为海南皇后离 所以说 咱们在看某个物体前 先把它的历史名称和材料 搞清楚之后 下来 咱们接着看 首先来说 咱们打开那个 像它这个香盖 它这里边 这个平地两侧 它这边两边有个轴体 可能是因为时间的推移吧 这个已经移湿了 这个就是放铜镜用的 因为过去的镜汁 它把铜镜放在里边 要盖上 使用的时候 打开 所以说可以看 还有底下的柜门 也明显地展示出了 说它的合体 都是过去用于 用于化妆用的 并不是用于做文件什么的 再有它的整体这个铜佛 都是平香的 包括这些纹理 也非常漂亮 还有它整体的两边 这个提手都是同一种铜质 这种铜质 我觉得跟现在的铜质 有很大的区别 那这一件香体 是不是明代的呢 经我鉴定 真品 我的个人见证意见 主件物品是 明代晚期 黄花礼 洗上眉梢 装帘 为什么是明代呢 首先 他们从整体的工艺上看 咱们知道 明代的家具 讲究是明锁 你看 这个箱体的外部 是燕眉锁 明锁 还有里边的笋码 它的抽屉 也是平板明锁 这些都说明了 当时这种工艺 制作比较精湛 还有一个 它的箱体的 外边的雕绘 这种花卉纹 是产地 花卉 符合当时那种纹纹特征 再有下边 那个洗却灯枝 也叫洗上眉梢 而且非常难得 是属于镂空雕 这些都是明代一些 绘画的特征在里边 你看这些洗却 灯在枝头 还有它这个捆门 这个部位 两边雕的是云纹 这些呢 也是在明代晚期 和清代老期 经常出现的 还有它整体 同时的瓶箱 包括它的两边的扶手 唯一的遗憾 是在哪呢 在这个后面 它两个荷叶 可能经过年久吧 过去可能是 突落过 曾经修补过 但这不是什么毛病 再有一个里边的 同镜仪式 也不是什么毛病 经过这个综合分析 我给一个鉴定估价 鉴定估计已经输入系统了 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仓友您好 这个庄联呢 作为我们中国传统家具里面 诡据的一种 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呢 也是比较常见的 所以呢 它的存世量相对比较多 然后呢 它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路顶式 一种是平顶式 在传世的这些装帘里面呢 路顶的会比平顶的相对少见 然后呢 有雕刻 有纹饰的 会比全身光速的呢 相对少一点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上盖呢 里面的这个镜价呢 因为是活拿的 所以现在呢 好多都已经遗失了 那么我们今天这件藏品呢 虽然是同活 有稍微的修配 但是呢 整体来讲 也是一件难得的精品 在13年香港嘉德秋拍上 我们同款的这一件 黄花梨 喜鹊灯梅纹的这个装帘呢 它的港币成交价格是57万元 人民币呢 和45万 那综上所述呢 我们给出一个 现在的市场报价 它的市场报价是 65万 揭晓鉴定估值 60万 揭晓文化负值 55万 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 是55万到65万之间 还可以获得华山论件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 也希望看到我们节目的藏友 有另一只跟这个一模一样的 装帘的 可以跟我们联系 也希望藏友跟亲人能够早日团聚 是关奶奶也一直操心着这个事情 嗯 恭喜您 有请 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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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称呼呢 我叫李梅 李女士您好 看一下您带来的是一个钱币 太和重宝 太和重宝 对 这个是我老爸在生钱的时候留给我的 我一直也没拿当回事 前段时间收书屋子发现了 一下我想起来了 之前我老爸跟我说过 这个是家传的 是值几个钱 我就赶紧上网上查了查 这价格期间有点挺离谱 那个拍卖记录上 是有几万块钱的 但是呢全都是黑颜色的 某宝上呢也有几块钱的 跟我这个有点像 它是黄颜色的 比较新是吧 对 这个钱币造假 古以有之 不是现在才有的 很多在家里传了几十年的老东西 拿到我们鉴定的现场 专家说是假的 有些藏友其实是心里很难接受的 对 我就是想吧 让专家老师吗 给我看一看这个 来 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好 一万位单位 藏友输入的是 五万人 为什么估五万呢 在那个拍卖记录上 也有两万的 有三万的 有十万 有八万的 我心里价位吧 在五万上 嗯 决定藏品价值的 是他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 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 长河携针 长河五千年 文明一败传 这位朋友 带的这枚钱币 它是太和重宝 转述四个字 这是我们中国古钱历史上 比较漂亮的一枚钱币 大家知道 中华文明五千年 真正有铸造钱币的历史 将近三千年 但是在铸造钱币历史上 有几个阶段的钱币 铸造的都是非常漂亮的 我们第一个就是 王莽 铸造的六全十部 金错刀和七刀五百 创造了中国 两千年前的一个 登峰造极的高峰 第二个就是北周三匹 第三个就是 跟这个时代非常接近的 北宋末年的徽宗前币 就是大官 正和等等 第四个时代 就是1204年 金朝 金章宗 万严景 时期铸造的这个太和重宝 为什么说它漂亮呢 大家看它是不是很喜庆 字体是传书 也叫玉主传 也叫玉金传 是由当时的大书法家 达怀音 亲自书写完成的 大家都奇怪 一个金王朝 一个少数民族政权 到了中原以后 为什么把钱币 铸造得如此精美呢 他1115年建国 1127年 攻陷了开封电梁 这一年 北宋灭亡了 他把大量的 北宋的工匠 艺术家 都掠到了北国 所以开创了 金朝造币的新时代 但是金朝铸币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虽然立国一百多年 1115年到1234年被元宋联军灭亡 它的大量的钱币铸造 是海联王亮和金世宗 就是一个正隆年间 一个大定年间 所以现在我们见到的所有的金代货币 都是这两个年代的 正隆元宝和大定通宝 这个铸造量最大 其他钱币金代很有特点 就是什么呢 都是珍稀钱币 比如说早期的黄筒 重庆 后期魏少王的天卷 都是氏铸币 包括我们这枚钱币 如果是真的话 铸造量都不大 因为金朝是 大额用银 一般的用额是用交钞 金朝继承了北宋用纸币的传统 他既然发行了纸币 比如说真有宝券 就是这样的纸币 小额用铜 太和年间 发行了除了传书这个太和重宝以外 他还有楷书的太和铜宝 小平钱 他主要是弥补 腐币的不足 所以鉴于他的文化 我给你这个文化复制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 请鉴定席来变价时针 请您踏浪而行 有请 瑞女士带来了一枚太和重宝 家传的 太和重宝就像刚才袁老师说的 这个鉴币在咱们中国鉴币历史上 是非常有名的一枚鉴币 但凡是鉴币爱好者 鉴币收藏家 这个都是不可或缺的 因为它的存湿量比较少 所以说一般 能够接触到的藏家 都是要有一定的收藏经历之后 才能接触到这枚鉴 这枚呢 从它整体的这个文字风格 和这个整体的这个形质上面来看 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 它的这个包浆和这个秀色状态 跟我们常见的呢 这种 比如说红帆绿秀啦 或者说它是那种船式的温润包浆的 都有所不同 表面呢 就是感觉是有点这种 类似于溜金的这种状态 但是呢 仔细看呢 它又不是溜金 现在啊 就是这个 历潮历代的这个鉴币呢 造假都非常的这个厉害 而且呢 现在就是很多这个 就是高科技 加入到这个 造假的这个 鉴币的这个行列中来了 所以目前呢 太和重宝在市场上 这个房品呢 也是层出不穷 而且因为现在 它这个造假技术呢 不断的更新 所以这个太和呢 尤其像这种状态的啊 市场上 假的还是比较多的 那您这枚呢 家传的太和重宝呢 到底是真是假呢 经我鉴定 这里位于环渤海腹地 是镶嵌 是镶嵌在金金走廊上的 一颗明珠 这里历史悠久 地灵人节 大势不糊涂的 北宋名相吕端 从这里走出 名传千古的杨家将 在这里守边抗辽 威震中外的义和团 在这里 痛击八国联军 这里是河北狼房 通知 华山论舰2024 全国巡回海选 健保活动第一站 即将开启 时间 2024年1月20日 9点到16点 地址 河北省狼房市 广阳区光明东道3号 狼房天河谷完成 华山论舰专家团 现场坐镇 面对面为您变甲时针 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 即可登上华山论舰的舞台 只要您的藏品被鉴定为真品 还有机会参与 华山在线中华大连拍 垂询热线 029-8931-2913 详情一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华山论舰公众号 或论舰华山小程序 经文文件定 真品 我的个人见证一见 这是一枚金带太和重宝 折石的这个真品 这枚钱币呢 刚才呢 说到了它的这个 坑口秀色的问题 其实这是一枚 这种我们所说的这种 水坑金壳秀 它是在一种特殊的 这种条件下 才能够形成这种 秀色和包浆 因为它呢 这个表面呢 有一层类似于 溜金的这个状态 就是从整体上来说呢 比较习庆 所以现在我们赋予它一个 非常好的这个坑口的描述 叫做祈福坑 华山论著 祈福坑 2012年 北京幼安门大街 出土了一批送金石漆钱币 大多呈现耀眼的金色或蓝色 由于出土地点曾经是金代的圣安寺 有专家据此推断 这些钱币可能是当时富贵人家祈福所用 祈福坑是众多泥坑水坑的一种极其特殊的坑口 出土的钱币存量有限 但值得注意的是 祈福坑出土的钱币不一定都带金色 带金色的钱币不一定是祈福坑出土 您这个从整体的文字风格 到它的形质 以及到它这种未流通的这种边缘的打磨痕迹 来看都是属于一枚真品 而且品相相当的完美 而且又是水坑金壳的这种状态 也在市场上应该是比较受到藏家的追捧的 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鉴定估值已经输入系统了 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常常您好 这枚钱币其实整体还是开门度很高的 然后这个钱币其实最近的一次拍卖 是在我们北京这边的一家拍卖公司 拍了一枚跟这个钱币大小尺寸形式完全一样 唯一的区别就是它那个颜色是蓝紫色的 也很漂亮 这个是金黄色的 那枚钱币当时估价是5到10万 起拍是5万 然后落锤价格是7万9千元 加上佣金的话9万块钱 所以这个是市场检验这个价格最好的一个标识 所以结合最新的市场行情 我给您这件产品给一个市场报价 它的报价是 8万 揭晓鉴定估值 8万揭晓文化复值 9万元 所以它合理的价格区间是8到9万元 太好了 太好了 藏品可以获得华山论件颁发的真品证书 恭喜您 有请 有请本场的最后一位藏友登场 您怎么称呼呢 我叫王林 王先生您好 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 好 一个漂亮的大罐 对 又有青花 而且它上面的这个红颜色非常的突出 您是怎么得到这件藏品的呢 这是我20多年前在潘家园地摊买的 也喜欢逛古玩地摊 对 那为什么现在才来鉴定呢 哦 我在新闻看上不是去年 好多国家领导人参加北京的一带一路活动 那个我看智利总统啊 还特意来到潘家园逛地摊 的确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 对 那个智利总统特别年轻帅气的那个 对 他就带着保镖逛了潘家园夜市 好嘞 我突然想起呢 我20多年前在潘家园也买过东西 就是这个罐子 一直在家放着呢 我也没在意 我就想让老师给鉴定鉴定 嗯 那您觉得他大概是什么年代的呢 我也鉴定不清 但是可能是明代的 让专家给鉴定鉴定 希望他是明代的 对 那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那好 一万为单位 哦 好 藏有输入的是 三万元 对 为什么估三万呢 我20年前花了3000块钱买的 现在不得翻十倍啊 决定藏品价值的 是他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 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 长河携针 庞河5000年登陵与泰传 老先生带来了一件很漂亮的一个罐子啊 那么这一罐子呢 它的品种啊应该是五彩 那么五彩呢 虽然名字啊叫五彩 但它其实不止啊 只用五种颜色 那么五彩瓷器呢 你像它常用的颜色呢 其实很多 你像这个青瓜 包括 右上的这种蓝彩 绿彩 黄彩 红彩 还会有少量的这种白彩和墨彩 那么五彩瓷器呢 绝大多数啊 都是先用这种墨彩和青花先勾边 然后再用这种 比较丰富的这种颜色呢 去填彩 所以它的这种 给我们的视觉冲击力 是比较强的 而且呢 它的颜色是非常的丰富 像这种五彩瓷器呢 它是从宋元时期的这种 右上彩瓷 它是演化而来的 那么真正意义上的五彩瓷器呢 其实是明代早期 宣德时期创烧 那么现在有实物佐证的呢 就是西藏 萨迦寺的那一对青花 五彩 莲池鸳鸯的高足碗 那一对碗呢 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去看看 那是我们国宝级的瓷器 那么宣德以后呢 这个到了明代中期呢 像大名鼎鼎的 成化的窦彩鸡钢杯 其实它 真正意义上 它也属于五彩 只不过我们金人呢 把它细分出来啊 管的叫窦彩 其实在明清 都管这种窦彩叫五彩 那么再往后啊 到了这个明代晚期呢 是迎来了这种五彩瓷器 第一个烧制的高峰 那么当时呢 在嘉万时期呢 这种五彩瓷器呢 从官窑开始向民窑去普及 由于这种颜色呢 非常的丰富啊 再加上很多画 有这种吉祥文士 所以在当时呢 特别受啊 这个大众的一个喜欢 烧制的数量也比较多 可以说跟青花 基本上是平分秋色了 那么第二个烧制 五彩瓷器的高峰呢 就是在清代早期 康熙时期 那么康熙时期的五彩 跟明代五彩比呢 有一点不同啊 就是把这种右下的青花 开始逐渐用这种右上的 这种蓝彩来代替 那么使得这种五彩的 这种颜色啊 就更趋于色彩色调一致 包括它受西方的 这种绘画的影响 开始呢 更重工笔 到了康熙晚期啊 由于这个粉彩的出现 这个五彩瓷器 开始逐渐地就退出舞台了 直到后面的晚清民国 只有少量的一个烧制 可以说呢 五彩瓷器在我们景泽镇呢 陶瓷的这个制词史上 有着举足群众的一个作用 那么我也给你一个文化复制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 请鉴定席来变价时针 请您踏浪而行 有请 我们首先说这件罐子 它的瓷器品种是什么呢 青花五彩 我们知道 你看青花是右下彩词 五彩是右上彩词 在康熙早期以前到明 都是用右下青花 代替右上蓝彩 那么这件呢 是右下青花 没有右上蓝彩 这是第一点 另外呢 我们看这样的罐子 我们相对直立比较高的 罐子叫东瓜罐 我们行里往往把这个叫什么 西瓜罐 但更多的人叫它人头罐 这样的人头罐呢 明代的 都是右口 清代的 都是沙口 就是这口这儿啊 没有用 那么这件呢 上面有用 另外呢 我从它的青花发色的特征 气形特征 文式特征和绘画技法 看它应该是明家万时期的特征 但是是真品还是仿品呢 经我鉴定 这里位于环渤海腹地 是镶嵌在金金走廊上的一颗明珠 这里历史悠久 地灵人节 大势不糊涂的北宋名相吕端 从这里走出 名传千古的杨家将 在这里守边抗聊 威震中外的义和团 在这里痛击八国联军 这里是河北狼房 通知 华山论舰2024 全国巡回海选健保活动 第一站即将开启 时间 2024年1月20日9点到16点 地址 河北省狼房市广阳区光明东道3号 狼房天河谷完成 华山论舰专家团现场坐镇 面对面为您便假时针 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 即可登上华山论件的舞台 只要您的藏品被鉴定为真品 还有机会参与 华山在线中华大连拍 垂巡热线 029-8931-2913 详情一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华山论件公众号 或论件华山小程序 经我鉴定 赞品 我的个人见的意见是 明家境青花五彩花卉纹罐 我的根据是第一个 我们首先看它的气形 这个明早中明晚和明末 这样的人头罐的气形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罐多在明晚和明末 但明晚和明末又有区别 我们看这件罐子 风间圆府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家万时期 如果是风间收府 应该是明末天起充真时期 所以从气形上 我们就能给它断定 应该是家万时期 第二个我们看它青花发色 我们说明代的青花词 这个有青花和又上彩 青花呢 明代早期是什么 应口的苏玛丽青料 或者是土青 或者是混合料 明中期呢 平等青 郑德后期到家万是什么 回青加十字青 到了明末 万历二十四年以后 改成折青 到清代都是折青 这个是平等青加回青 就是十份回青 加四份十字青用来描边 十份回青加一份十字青 用来添色 所以这件我们一看就是 回青料的特征 所以它应该是明 加净的青花料的特征 另外我们再看它的 又上五彩 这个红彩啊 鲜亮的枣皮红 应该在康熙早期以前 红彩多是枣皮红 家境也如此 到了青中青晚的时候 就是淡淡的繁红 另外呢 家境五彩为什么这么有名呢 它不仅上面有 偶彩纹饰 另外呢 还有青花纹饰的红彩苗边 别的时代也没有啊 这个我们看 它的偶彩纹饰 另外呢 青花用红彩苗边 也是明家境的特点 这顶上面有 所以我断定它 应该是明家境 青花五彩花卉纹罐 真品 这件呢 不是全品 而是有商 根据这个情况 我给它一个鉴定估值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 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常友你好 因为外国人特别喜欢 这种青花五彩的瓷器 所以他们当时 我们中国大量的出口 到了欧美或者是到日本 近些年我们国力 比较增强了之后 这些瓷器 大量地回到中国 所以说对它的价值 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可能当时会特别特别贵 但是现在因为数量多了之后 它价格还是有一定的下降 2014年的时候 当时北京保力拍了一支 跟这支类似的一支 青花五彩罐子 当时成交价是 七万多块钱 根据你这支罐子的品项 我给一个现在可以流通的价格 它的市场报价是 两万八千元 揭晓鉴定估值 三万五千元 揭晓文化复值 三万元 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 就是两万八千元 到三万五千元之间 挺好的 可以获得华山论剑 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 恭喜您 谢谢 有请 节目进行到这里 本场的所有藏品 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 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 谢谢 感谢北京天涯谷完成 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长眼收藏江湖 论剑华山之巅 我是甜甜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 谢谢